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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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千万富翁被儿子送至精神病院后自意身亡 多部门介入调查 七 媒体动态 浙江卫视暂停播出中国好声音 制作坊母公司星空华文市值大幅下跌 八 食品安全警告 多地发布通知 严厉打击食盐价格操纵行为 河南盐业集团回应 九 餐饮行业新规 是监管总局宣布禁止使用日本原产海鲜制作食品 十 文化资产归还 瑞士第二次返还中国文物 包括陶瓷和钱币 国际新闻 一 日本水产业危机 日本希望中方解除进口限制 驻华大使馆提醒在华 日本人需谨慎行事 二 美国科研突破 美国研究人员宣布首次完全解码人类外染色体 NASA观测到太阳黑子活动 三 特朗普最新动态 前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自首后获保释 坚称自己无罪 四 美国枪击事件 南加州198发生大规模枪击 造成多人死伤 希腊与夏威夷自然灾害 希腊山火持续7天 造成21人死亡 夏威夷电力公司被起诉引发火灾 五 俄罗斯动态 克里姆林公称 对普里哥任死亡事件缺乏确凿证据 喜利啤酒退出俄罗斯市场 二十国集团峰会 普京确认不会出席即将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一 约翰内斯堡 2023年8月25日在周四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 金砖国家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公布了一项重要决定 从明年开始 该集团将接纳伊朗 沙特阿拉伯 埃及 阿根廷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埃塞俄比亚作为新成员 此举被视为是对现有全球秩序的一次重塑 特别是作为对美国极其盟有影响力的一种平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这次扩展成为历史性 并表示这将增强全球南方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 然而 分析人士指出 新的成员构成使得集团更加多元化 因此如何能够统一行动仍然是一个问题 目前来看 最新加入的金砖国家成员 究竟能从集团中获得什么好处还不完全清楚 洲际对话的亚洲和拉丁美洲项目主任 玛格丽特·麦尔斯说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没有亲自出席这次为期三天的峰会 但这次金砖国家的扩充 无疑为他在面对美国主导的孤立压力时 提供了象征性的支持 扩充决定同样也是普京和习近平 一次重要的战略胜利 他们成功地说服了其他更为谨慎的成员国 对于面临严重经济问题的阿根廷来说 成为金砖国家的一员可能是摆脱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菲尔·南德斯表示 这为该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场景 埃塞俄比亚成为该集团唯一的低收入国家 总理阿比埃·哈迈德称 这是对他国的伟大时刻 南非总统西里尔拉玛·弗萨表示 成员国已经就金砖国家扩展过程的指导原则 标准、标准和程序达成一致 尽管这些准则并没有被明确解释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